10月25日,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的喀什疫情新闻发布会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卫健委副主任顾盈苏介绍,现已基本掌握138名无症状感染者活动轨迹,对排查到的所有密切接触者,密切接触者的密切接触者,一般接触者等风险人群已全部落实健康管理措施。 顾盈苏表示,疫情发生后,喀什地区舒服县疫情防控指挥部立即启动应急小营机制,迅速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及溯源工作。 喀什地区也已出调,本地区2500余名专业人员组建检测团队,支援舒服县对全县人员进行核酸检测。 各县市同步开展全员核酸检测,预计舒服县在10月25日内可完成全员检测,其他县市在10月27日内可检测完毕。 顾盈苏称,本着对民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高度负责的精神,喀什地区立足于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原则,将防控关口前移,建立常态化预警机制,对重点人群实行应检浸检测,每周开展常态化核酸检测。 这次首例无症状感染者,就是在对硬检浸检测人员每周常态化核酸检测中发现的。 这充分证明,对重点人群定期开展核酸检测监测,是疫情常态化下排除隐患的重要举措。 截至10月25号14时,喀什地区需检测总人数474.65万人,以进行核酸采样283.53万人,以出结果33.48万人,暂未发现异常。 感谢观看